阿里路易亚,大家平安。 阿里路易亚,大家平安。 愿主耶稣在安息生日,特別施恩施福, 圣主耶稣在安息聖日,特別慈福施恩典給我們。 保守我們身心可以得到平安。 亦保守我們身心可以得到平安。 早上我們來共同學習同心合意放膽講道。 今天我們一起學習同心合意放膽講道。 這個是耶路撒冷教會留下美好的榜樣。 也是我們一個完全教會追求的目標。 那為什麼要講道呢? 為什麼要講道呢? 因為我們如果不講道給人聽, 別人沒有機會聽到道理。 這樣就沒有機會來相信。 信道是從聽道而來的。 沒有人傳就沒有人可以來相信。 因此傳福音這個是本分。 所以傳福音是本分。 我們就要放膽來講論神的道理。 我們就要放膽講論神的道理。 因為傳福音這麼重要。 因為傳福音這麼重要。 所以魔鬼也會千方百計來阻擋我們福音的工作。 所以魔鬼也會千方百計來阻擋福音的工作。 就是會想辦法讓我們害怕。 不敢放膽講論神的道。 但是神會幫助我們。 只要我們曉得靠祂。 祂就會給我們力量。 給我們膽量。 讓我們能夠放膽講論神的道。 好像保羅在哥林多的地方。 曾經害怕不敢講道。 神就在夢中跟他講。 所以你不可以閉口不言。 因為這個城裡我有很多百姓。 你不講他們怎麼有機會聽道道理。 沒有機會聽道怎麼來相信。 沒有機會聽道怎麼來相信。 所以你不必害怕。 所以你不用害怕。 一定沒有人會害你的。 一定沒有人會害你的。 主耶穌安慰他。 主耶穌安慰他。 鼓勵他。 鼓勵他。 給他力量。 所以保羅能夠再一次鋼牆。 所以保羅能夠再一次鋼牆。 放膽在哥林多的地方講道。 放膽在哥林多的地方講道。 最終能建立哥林多的教會。 所以同心合意放膽講道。 這個是我們追求的一個目標。 耶路撒冷教會曾經經歷這種福音的阻擋。 耶路撒冷教會都曾經遭遇福音的阻擋。 就是從工會來的威脅。 就是來自工會的威脅。 叫他們不可以傳福音。 我們可以看《使徒行傳》第四章。 《使徒行傳》第四章。 《使徒行傳》第四章。 我們看二十一節。 《使徒行傳》第四章二十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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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这个机会传福音 很多人相信 那一天信的人有五千 紧接着逼迫就来到 工会的人就派人来捉拿他 就捉拿彼得约翰 在工会里来审问他 但是彼得约翰勇敢见证 见证耶稣复活是真的 这个人能够得医治就是靠耶稣的名 那他们一方面很稀奇彼得约翰的胆量 跟他们的口才 那认明这两个人是跟过耶稣的 证明这两个人是跟过耶稣的 又看到这个得医治的胆子 跟他们在一起 又见到这个得到医治的胆子 跟他们在一起 就没话可以反驳他们 就没有说话可以反驳他们 在十七节的地方 在十七节的地方 说恐怕这个事越传扬在林间 他说恐怕这件事越发传扬在民间 我们要恐吓他们 我们要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可再奉这个名对人讲论 要他们不可以再奉这个名对人讲道 所以这个工会就恐吓他们 所以工会就恐吓他们 厌厌地警告他们 绝对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讲道 如果再奉耶稣的名讲道 如果再奉耶稣的名讲道 就要对他们不利 就会对他们不利 就是会杀害他们的意思 就是要杀害他们的意思 那两个人遇到这种事 这两个人遇到这样的事 二十三节的地方就记载 两个人既然被释放 两个人既然被释放 就到会友那里去 就去到会友那里 把祭司长跟长老所说的话 告诉大家 将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 都告诉他们知道 那弟兄的使命听到这种事情 他们不害怕 他们不害怕 在二十四节的地方就记载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 高声地向神说 他们听到就同心合意高声 向神说 主啊 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他们说 主啊 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当他们面对这种威胁的时候 当他们面对这种威胁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事来告诉神 第一个讲道 就是主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第一件事 告诉神 就是 他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 也就是 他是全能的神 就是 他是全能的神 是值得我们依靠的神 就是 有神依靠我们不怕 就是 有这样的信心 就是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当时的教会信心很好 所以当时的教会信心很好 遇到这种威胁的事情 遇到这种威胁的事情 他们能够对神 一样有信心 他们可以一样对神有信心 不因为这样害怕 而受到阻挡 而受到阻挡 仍然把这一切来交托给神 仍然将这一切交托给神 就是晓得信靠神 就是晓得信靠神 我们这个地方做一个记号 我们来看诗篇的33篇 我们看诗篇33篇 诗篇第33篇 看第8节 诗篇33篇第8节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明立就立 这里就讲到全地要敬畏神 这里讲到全地都要敬畏神 世上所有的人都要惧怕他 世上所有的人都要惧怕他 因为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 因为他说要有什么就有 他叫这些天上的万象 叫他立在那里 他就立在那里 他叫天上的万象 立在那里就立在那里 这个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 这个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 所以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 所以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 他有办法用他的话 从没有造出万有 他有办法用他的话 从无来造出万有 他能够叫天上这些万象 都按照他的旨意 在一定的位置 他可以令天上的万象 都按照他的命令 在一定的位置 有一定的轨道 一定的速度 有一定的轨道和速度 永远都不改变 永远都不改变 这种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种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 这个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 所以第十节说 他使列国的仇算归于无有 所以第十节说 他使列国的仇算归于无有 使众民的失恋没有构下 令众民的失恋无功下 就是讲神若不允许 就是说神如果不允许 没有什么事可以发生 没有什么事可以发生 列国你怎么样去计划也没有用 列国怎样去计划也没有用 就是要神同意 神不同意 任何事都不会发生 任何事都不会发生 所以说叫列国的仇算归于无有 所以说他使列国的仇算归于无有 众民的失恋没有构下 就像主耶稣所讲的 就像主耶稣所讲的 如果天父不允许 如果天父不允许 一只雀鸟也不会掉下来 一只雀鸟也不会掉下来 一切的事都要天父的允许 一切的事都要天父的允许 都归他所掌管 都归他所掌管 说话就是头发几根他都帮我们数过 就算有几根头发他都帮我们数过 这么微小的事他也多关心 这么微小的事他都关心 今天我们掉了几根头发他都知道 今天我们掉了几根头发他都知道 这种我们都不太在乎的事情 他都在乎 这些我们不太在乎的事 他都在乎 那更不要讲其他的事 更不要讲其他的事 所以他们对神有这种认识 所以他们对神有这样的认识 有这样的信心 有这样的信心 因此他们虽然面对逼迫 能够不害怕 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 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教会 11节说耶和华的仇算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失恋万代长存 也就是说一切的事都在他的计划里面 就是说一切的事都在他计划里面 他早就计划一切的事 预定一切的事 他早就计划一定一切的事 还没有万物以前 还没有万物之前 他就已经计划到万物的结束 他已经计划到万物的结束 所有的一切事都在他的面前 所有的事都在他的面前 这个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 这个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 所以一个人对神如果有信心 所以一个人如果对神有信心 到什么环境不害怕 应该知道神掌握一切 因为知道神掌握一切 一切都是他在决定的 一切都是他在决定的 不是人想怎样就可以怎样的 不是人想怎样就怎样 没有他的允许 没有任何事可以发生 没有他的允许 没有一切的事都不会发生 既然是这样 我们怕什么呢 既然是这样我们怕什么呢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事情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事情 我们再看回来 使徒行传的第四章 我们再看回来 使徒行传第四章 第四章的再来看二十五节 我们再看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你曾借着圣灵 托你仆人 我们祖宗大位的口 说 我帮为什么争骂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神宰也聚集 要的党主 并主的受告者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希律和本丢彼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民 果然在这圣女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圣服耶稣 二十八节 圣咒你手和你旨意 所预定必有的事 那这几节圣经 就是在讲 遇到的这些事情 这几节就是讲到 他们所遇到的事情 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 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 神早就借着大位的口 预言这个事情 神早就借着大位的口 去预言这件事情 说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磨算虚妄的事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就是他们为了要怎么样 来抵挡神 在那里争闹 写的意见比较好 但是他们为了去 怎么样来抵挡神 就是要抵挡神的受高者 就是耶稣 所以二十六节说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所以二十六节说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臣宅也都聚集 神宅也都聚集 要抵挡主 并他的受高者 要抵挡主和他的受高者 所以将来会有世界性的大逼迫 所以将来会有世界性的大逼迫 这个就是诗篇第二篇所预言的 这个是诗篇第二篇所预言的 那他们遇到逼迫的时候 他们遇到逼迫的时候 就引这个诗篇 大卫所讲的这个诗篇 就引大卫所讲的这个诗篇 知道说这个逼迫是有神旨意的 知道这个逼迫是有神的旨意的 是神允许的事 而且到最后会有一个世界性的大逼迫 而且到最后会有世界性的大逼迫 就是世上的君王要全部起来 就是世上的君王要全部起来 神宅也都聚集 要抵挡主还有主的受高者 要抵挡主和主的受高者 主的受高者就是基督 就是主耶稣 就是教会 好像保罗 好像神对保罗这样讲 以前叫做扫罗 以前叫做扫罗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你逼迫我 他说主啊你是谁 他说主啊你是谁 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其实他是逼迫教会 为什么逼迫教会 为什么逼迫教会 就是因为他信耶稣 所以这个就是在逼迫耶稣 这个就是在逼迫耶稣 这里所讲的就是抵挡主的受高者 其实就是逼迫教会 这里讲的抵挡神的受高者就是抵挡教会 那这个是神借着大卫早就预言的事情 这个是神借着大卫早就预言的事情 等末日之前会有这种世界性的大逼迫 因为不管你到哪里都一样 因为是所有的君王全部起来逼迫的 因为是世上的君王全部起来逼迫的 那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当他们遇到这种逼迫的时候 当他们遇到这种逼迫的时候 他们就想到大卫所预言的这个诗 知道啊 这个是神的旨意 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 所以说希律和本丢彼拉多 还有外邦人果然在这层里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圣福耶稣 我帮人和以色列民果然聚集 在那里攻打你的圣福耶稣 这个比拉多是真实的旨虎 比拉多是当时的旨虎 代表罗马政府的势力 是代表罗马政府的势力 那还有这个希律王就是代表 以色列这个 犹太地那些政府的势力 希律王就是代表犹太地方的政府的势力 外邦人跟以色列百姓 外邦人和以色列百姓 都会一起做逼迫的工作 都会一起去做逼迫的工作 果然在这层里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圣福耶稣 要一起聚集 攻打你所高的圣福耶稣 那这个事是神早就预言的 这件事是神一早预言的 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祂能够从世界的起头 讲到世界的末尾 祂可以从世界的起头 讲到世界的末尾 将将来要发生的事事先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的预言非常多 每样都一一的应验 有些有关末日要发生的事 有些关于末日要发生的事 虽然还没有应验 因为时候还没有到 但将来也必然要应验 就像这个预言将来也会再应验 就是大地坡的事情 将来一定会应验的 将来一定会应验的 那神事先告诉我们 神事先告诉我们 就是要我们有心理准备 就是要我们有心理准备 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 其实早就跟门徒提到这个事 其实早就和门徒提过这件事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六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 约翰福音十六章 看第一节 我们看第一节 十六章第一节 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一节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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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让你们不至于跌倒 就是前面在讲 他们逼迫耶稣也会逼迫你们 就是前面所说 他们逼迫耶稣也会逼迫你们 因为这个世界是恶的 我们是属于善的 我们是属于善 恶会恨善 恶会恨善 所以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世界就会恨恶我们 世界就会恨恶我们 就会逼迫我们 就会逼迫我们 主耶稣说 我将这个事告诉你们 主耶稣说 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 让你们不至于跌倒 就是遇到的时候 不会灰心 不会喪之 就是遇到的时候 不会灰心 不会喪之 不会想说 我做这个好事 为什么还会遇到这样的事 不会问 为什么我做这件好事 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知道说 原来恶会恨善 原来行善还要受苦 原来恨善还要受苦 这个是神的旨意就是这样 神的旨意就是这样 就像主耶稣一生 也没有犯任何的罪 就好像主耶稣一生 没有犯任何的罪 但是到处受到逼迫 但是到处受到逼迫 受了很多的苦 是一样的道理 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是主的门徒 我们是主的门徒 一样的也会经历这样的事 一样会经历这些事 所以主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所以主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让你们不至于跌倒 让你们不至于跌倒 将来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 将来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 并且时候将会来到 凡杀你们的 就以为是侍奉神 因为很快的 耶稣被钉十字架 故何生天 降下圣灵 来建设教会 很快的教会就受到逼迫了 所以主耶稣说 时候将到 很快就会到的 所以主耶稣说 时候将到 很快就会来到 凡杀你们的 就以为是侍奉神 凡杀你们的 就以为是侍奉神 这个是主耶稣事先 跟门徒讲的 这个是主耶稣事先 和门徒讲的 这16章的33节 16章的33节 主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主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就是说 虽然遇到这种事 但你的内心有平安 虽然你们遇到这些事 但是心里面有平安 不会害怕 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 那既然是出于神的旨意 既然是出于神的旨意 我们就可以放心地交托给神 因为神的旨意是好的 只要是出于祂 对我们都是有益的 万事都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的 万事都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说啊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他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们可以放心 有些疫情晃胆 就是不要害怕 就是不要害怕 说啊 我已经胜过世界 就是面对苦难不要害怕 就是面对苦难不要害怕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的信心的表现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的信心的表现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苦难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的环境 遇到什么样危险的环境 我们有神可以靠 我们不害怕的 我们不会害怕 因为一切都在神掌握中 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神也知道一切的事 神也知道一切的事 所有的事都在祂面前的 所有的事都在祂面前的 祂早就知道一切的 祂早就知道一切 会发生都是有祂的允许的 会发生都是有祂的允许的 都有祂的允许的 都有祂的允许的 所以我们就不必害怕 所以我们就不要害怕 这个就是他们的信心 对神的认识 这个就是他们的信心 和对神的认识 也是我们今天应该要有的信心 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信心 对神应该有的认识 对神应该有的认识 好 我们再看回来 使徒行传的第四章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四章 使徒行传第四章 看二十八节 使徒行传四章 我们看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这里他们就讲 二十八节这里他们就讲 成就你所跟你义子所预定必有的事 成就你守我们义子所预定必有的事 也就是说这些事就是神要预定要完成的事 就是说这些事是神预定必需要有的事 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因为神早就讲好了 因为神早就讲好了 神所讲的一定会发生 神所讲的一定会发生 神的旨意一定会完成 祂的话一讲出去 绝对不会空手回来 祂的话一讲出去一定不会空手回来 一定会完成的 是一定会完成的 所以他们对工会的这种恐吓的事 所以他们对工会恐吓的事 他们就不害怕 那这个就是我们也要学习的信心 这个就是我们也要学习的信心 有时候我们遇到信仰也难免会遇到逼迫的时刻 有时候我们信仰也难免遇到逼迫的时刻 但是时候会来到 这种事一定会发生的 这些事一定会发生的 当遇到的时候 当遇到的时候 一样的我们不能害怕 一样我们不要害怕 什么环境都是一样 什么环境都一样 就像我们现在遇到这个新冠肺炎 就像我们遇到的新冠肺炎 一样的这个圣经也是早就有讲的 一样是圣经一早有讲的 这个瘟疫是必然会发生的 而且这一次其实看起来还不是真正像瘟疫一样 这次看起来不是真正像瘟疫一样 因为那个死亡率非常低 因为死亡率很低 应该会有更厉害的瘟疫来到才对 应该会有更厉害的瘟疫来到才对 但我们不害怕 但是我们不怕 不管遇到什么都不害怕 无论遇到什么都不怕 因为知道这个是出于神的 因为知道这个是出于神的 那神讲的就是有神的瘟疫 那既然我们是属于神的 是神所爱的 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手中 一切的事都是神的手中 没有祂的允许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所以我们就是靠神 因此就是不害怕 所以我们不害怕 将一切的事交托给神 那这个逼迫也是一样 这个逼迫都一样 神早就预言会发生在教会的事情 神早就预言在教会会发生 所以当这个事发生的时候 反而让他们对神更有信心 果然神所讲的话应验了 神接着大卫讲的这些预言 现在真的应验了 神藉着大卫所预言的事 现在真的应验了 这样反而对神更加有信心 知道神所讲的话一定会应验 所以不但不会害怕 反而更得到信心的一个坚固 反而更得到信心的坚固 这个就是他们当时信仰的情形 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信心 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信心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四章的二十九节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监察 一面叫你伯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迹其事 因着你圣伯耶稣的名行出来 这个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 这个就是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 除了信靠神有信心 除了信靠神有信心 在这个环境他们也向神祈求 求神帮助 那第一个祈求就是求主监察 求主监察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 求主监察的意思就是 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 我们并没有犯法 没有违背政府的法律 所以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恶 所以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恶 但他们竟然要逼迫我们 所以求主监察这一切 就是遇到这种不合理不公义的对待 就是遇到不合理不公义的对待 这么无理的对待 这么大的压迫 一样的他们只是把他一切交托给神 一样他们都是将这些事交托给神 这个就是我们信主的人要学习的态度 这个就是我们信主的人要学习的态度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种事一定会遇到的 这种事一定会遇到 当你遇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当你遇到这种环境的时候 我们信主的人不可以用暴力去以恶报恶 我们是把这一切交托给神 我们是将这一切交托给神 因为其实也是有神允许才会发生 因为其实都是有神的允许才会发生 没有神允许任何事也不会发生 神允许就有神的美意 神允许就有神的美意 所以我们不能像一般人的态度 所以我们不能像一般人的态度 信主的人要有信心 要晓得靠神 晓得交托神 所以他们在这里说求主监察这一切 神会有公义的判断 善必有善报 善有善报 恶必有恶报 所以照神旨意受苦的人 要把这一切交托给神 要将这一切交托给神 要一味的行善 要以神为可靠 这个就是求主监察的意思 这个态度很重要 要不然你会中魔鬼的诡计 不是 就会中魔鬼的诡计 你会以恶报恶 这个就是魔鬼要你做的 你会以恶报恶 这个就是魔鬼要你做的 这样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 这样你就中魔鬼的诡计 但如果我们有信心 有办法交托神 有办法交给神 这样神自己会处理的 神会自己去处理 神会有公义的审判的 也会有公义的报应的 也会有公义的报应 这个就是我们晓得这样 把一切交托给神 我们就要晓得这样交托 一切 像主耶稣在世上就是这个态度 被骂不反抗 受害也不讲威嚇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个 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只是将自己交托 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其实耶稣没有做任何坏事 所行的都是事 为什么要被骂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骂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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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道理的 虽然是这样 他不会混混不平 他不会反恨不平 他不会想要以恶报恶 他只把这一切交托 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只是将这一切交托 给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有的态度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有的态度 不以恶报恶的态度 不以恶报恶的态度 反而反过来 可以以善对待恶 反而调转 要以善去对待恶 这个就是圣经的要求 这个就是圣经的要求 所以在这里 他们就是求主监察 所以在这里 他们求主监察 把一切交托给神 将一切交托给神 说一面叫你的仆人 大放胆力 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力 因为人带着肉体 面对苦力 面对苦力 面对逼迫 有时候 难免会有软弱 有时难免会有软弱 你看 连保罗都曾经害怕过 所以一样的 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样 面对逼迫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力量不够 有时候也会害怕 有时候也会害怕 这个时候就是要求神帮助 让我们能够大放胆量 因为魔鬼逼迫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害怕 就是要我们放弃这个信仰 就是要我们放弃这个信仰 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 那如果我们怕 那就中他的诡计 如果我们怕 就中他的诡计 那我们不怕 他就对我们 就没有办法 如果我们不怕 他就对我们 没有办法 因此我们要求神帮助 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 让我们有办法 大放胆量 让我们有办法 大放胆量 一样的 照样的来 传讲主耶稣的道理 照样全港神的道理 这样魔鬼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 他的诡计就不能得逞 他的诡计就不能得逞 而主耶稣允许他这样做 也是要考验我们的信心 看我们信心 站得住站不住 看我们的信心 站不住 有时候虽然有乱乐 有时候虽然有缘 要晓得靠主 主就会帮助 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 就是这样向神祷告 所以在这件事上 他们就是这样祷告 那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 使神迹其事 因主耶稣的名行出来 使神迹其事 因主耶稣的名行出来 就是求神迹显明 就是求神迹显明 因为神迹显明 能证实所传的这些道 因为神迹其事 可以证明所传的道 就像美门的神迹 就像美门的神迹 这个人生来就是渠腿的 这个人生来就是渠腿的 四十多岁了 四十多岁了 竟然可以起来行走 这个信心是耶稣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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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给门徒有行神迹的信心 就是给门徒有行神迹的信心 用这个神迹证实 他们所传耶稣复活是真的 用这个神迹去证明 他们所传耶稣复活是真的 所以工会就拿他们没办法 所以工会没有他们办法 因为事实摆在眼前 因为事实摆在眼前 所以神迹见证是有需要的 所以神迹见证是有需要的 尤其在福音的事工上面 尤其在福音的事工上面 需要由神迹其事来做见证 所以需要由神迹其事来做见证 这样可以让我们所讲的道更有力量 这样可以让我们所讲的道更有力量 更有果效 所以我们也要求主神迹其事要献明 所以我们要求神的神迹其事可以显明 一方面求神给我们胆量 有办法放胆讲道 有办法放胆讲道 因为你如果没办法放胆讲道 那其他根本不要讲了 因为神迹是要证实所传的道 神迹其事是要证实所传的道 那不传根本就不可能有神迹 不传就更加不可能有神迹 所以第一个当然一定要传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去传 你勇敢地传 神就会用神迹随着 你勇敢地传 神就会有神迹去取传 那神迹也是要求 神迹也是要求 要求神施恩 神迹其事要献明 神迹其事要献明 这个一样要向主求 求就可以得到的 求就可以得到了 所以一样要求 样样事都要求 所以他们也是向主求 让神迹其事能够献明出来 好 那最后看三十一节 最后看三十一节 他们这样祷告 所祷告完了 祝会的地方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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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都被圣灵所充满 可见这个震动不是一般的震动 不是发生地震 不是发生地震 是神的作为 就是神的灵大大充满他们 就是神的灵大大充满他们 充满到连地都会震动 充满到连地都震动 神的工作到这个地步 神的工作来到这个地步 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是他们这种态度 得到神大大的怨纳 所以圣灵就充满他们 所以圣灵充满他们 他们就有办法放胆讲论神的道 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 所以面对工会这样的威胁 所以面对工会这样的威胁 他们不害怕 照样勇敢传扬福音 照样勇敢传扬福音 也就是死都不怕 就是连死都不怕 后来到 司提板被打死之后 后来到司提板被打死之后 大逼迫就来到了 大逼迫一来到 当然家庭不能住 你一定要赶快逃 你就一定要赶快走 因为你不逃就被抓住 被抓住就下监牢 就要说变弹 被抓住就要坐牢 要受变弹 有些要被杀 所以逼迫一到一定逃 所以逼迫来到一定会走 所以你都要丢下 逼迫到你就要赶快逃 耶稣都说 逼迫来到你就要赶快逃 你不逃 生命就没有了 要不然就是只有弃绝耶稣 唯有弃绝耶稣 所以逼迫一到第一个就是赶快逃 所以逼迫到第一件事就是要赶快逃 逃出去做什么呢 有了这个生命做什么呢 就是要传福音的 所以他们大逼迫来到的时候 信的人都分散各地 信的人都分散各地 往各处去传福音 这个在鼠里行传的第八章的地方 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地方 第四节就这样记载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那这个他们能够这样做 都是靠平常这样训练来的 他们可以这样做是靠平时去训练出来 就像在第四章这里的情形一样 平常遇到这种有压力 平时遇到这种压力 让人害怕的事情 他就晓得靠神 靠神不害怕 从神得到力量 从神得到帮助 平常就是这样训练 平时就是这样训练 所以真正大逼迫来的时候 当然不害怕 他们不怕 逃走是为了保留生命 并不是害怕 往各处去就是去传福音 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情形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都一样 今天福音的工作一样会面对很多压力 魔鬼也会利用很多环境 让我们害怕 让我们不敢传福音 让我们不敢传福音 但我们要靠神 靠神能够刚强 要靠神让我们刚强 平常这种信念一定要有 有一天大逼迫来到 你才站立得住 你才有办法 你才有办法到各处去传福音 你才有办法到各处去传福音 所以我们信徒传福音 这个使命一定要有 所以我们信徒传福音的使命一定要有 所以我们的教会就是大家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每个人都是这样 这个叫做同心合意 这个就是完全教会要追求的目标 就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目标 就是今天我们要追求的目标 所以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要把福音工作放在心里面 要去战胜环境上各种压力 要战胜环境的各种压力 能够勇敢地为主耶稣做见证 感觉有压力的时候 就要想到神是全能的神 也要知道这一切都有神的名义 也要知道这一切都有神的名义 也是要考验我们的信心 也要考验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晓得依靠神 能够靠神刚强 勇敢见证 求主施恩帮助 我们再来唱诗 281首 281首 2 2 3 4 1 1 11 2